各位學生專家,大家下午好 下一張是宋和錢醫師的演講 宋和錢醫師,你看他是個中醫 這個人我和他享受很多年了 我們去年一起到西安去演講 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一個人 他不但會演講中醫,他會製藥 他會有一種特殊的方法 我們說是最低最低的 大陸是有的,他自己會製 他是中醫,他還會開刀你的 他還會,他這個畫人像畫得非常棒 他幫我畫了一張 在台灣只畫過三張 畫得唯妙唯孝 我真說就是他畫的 他這個藝術也是很到家很到家 他會,他會,是很多很多的疑難雜症 我的少廢話 我們現在好有沒有 我們現在鼓掌請他 我們現在鼓掌請他 鼓掌的演講 謝謝我們的董年裡董教授 我跟他是忘年之交 其實他像我的老師一樣 因為我們也很多年 還有我們麥彥全文麥彥長 都入手 因為中醫到現在來講 他已經發展到瓶頸 其實來講他是 中醫中藥 其實效果比西醫 西藥要快 要好得很多 速度要比西藥快 有的快快十倍 有的快一百倍 但是為什麼中藥一直都沒辦法起來 他其實是在於那個瓶頸的東西 因為我們中醫藥 在精準醫學方面是輸很多 在近代醫學來講 那如果我們補充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輸他了 所以我覺得精準是很重要的 中醫是講大環境 大體的東西 就是大循環的東西 氣血啊這些 但是西醫他講的是 之間威的東西 是很細的東西 局部的病變都現實在局部 所以我今天來講的就是 利用這種方式 那我治病 很多人說 你好像都在找彥方 還是秘方 我說不是欸 那是王陸仔在做的事情 我不做 江湖郎中的手段 我不做這種 我做的是解藥 不是秘方 也不是秘藥 是解藥 所謂的解藥 跟秘方差在哪裡 秘方跟宴方 十個人吃大概 七個人有效 六個人有效 有時候五個人有效 有時候一個人有效 解藥是十個人吃 要十個人都有效 而且要立即見效 而且不能有副作用 這個才是現在中藥要造的東西 今天我介紹的中藥叫川心蓮 這是我的研究的一個方法 就是川心蓮是一個很普通的藥 但是它藥很苦很難吃 很不好吃 但是我現在吃久了以後 發現它還蠻好吃的 我已經吃大概好幾個月 人家講說 那醫生怎麼自己先吃藥 醫生不吃藥 你不會知道怎麼用 那當你知道了以後 你就知道這個藥 神效如比 如果你要像傳統的中醫這樣的話 我們的中醫會走不出去 還是走不出去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醫藥 它最主要是利用煮方 所有煮方 沒有你有頭痛 我就加個穿球 如果你這個發燒 我給你一個麻煩 如果你這個喉嚨不太好 我就給你一點杏仁 如果你這個好像瘦瘦 我加點石膏 如果你覺得好像有點過敏 好像太舒服 我加點乾草 好 那我就變成麻性乾濕湯 或什麼家庭 那麼就是有相同的病 我就用這個給你 這個是傳統煮方的方法 但是就是說它是用症去統領 那找出一個主要的矛盾 那我們今天做的研究 我做的研究 不再做這個工作了 因為這個很多人都在做 幾乎每一個中醫師都在做 那我不做這事 我覺得做這個事情 中醫不會再進步了 他就到這裡最厲害了 像我們董言林董教授 那真的是 這個開放儲藥 那真的是當今的這個大師啊 所以我特別給他畫了他的肖像 給他寫我們的中醫藥大師 那我想他應該是當之不愧 那像我們做研究的比較多 那我想我們今天講這個川新蓮 川新蓮最主要 它川新蓮的精跟液 是由這個 它有幾個內子來組合的 它主要是內子的成分 內子的成分是 在那個演講那邊有嗎 演講 不是我的演講 是演講 我的演講那裡太多了 演講有嗎 演講 這邊嗎 你看他點這邊 喔 對對對 你看那個川新蓮萃起站 對 今天 這個電腦有點慢喔 給大家檢量一下 那 這個川新蓮它最主要 分成精跟液跟乾 你一定要搞清楚 精跟液這個我都弄得很清楚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用 全草 就是整個豬下去做 那我也是整個豬下去做 那你要知道 乾它到底是什麼 乾它到底是什麼 乾是 黃酮類 黃酮類呢 我們知道現在 好 這個 next 那個我們知道 要研究一個藥物它的深度 除了了解傳統對藥物 是否到底 你如果不到地的藥是沒有用 你今天在花蓮產的當歸 跟甘肅產的當歸 絕對不會一樣 當歸在四川 在雲南 跟這個陝西 也不太會一樣 這個我都衝衝做過了 包括萃取出來以後 做的實驗分析 它們 會有萃取力的不同 還有它的那個成分的高低 成分大致上是一樣 那麼 我們知道道路的產地以後 我們還要詳細觀察 是否會正確的藥物 我這次跟大陸買了 一個生技公司 買了幾個當歸儀物 跟那個後腹儀物這些 他說他是用超零件二氧化碳 萃取的 結果我一化驗出來 結果它的土譜 前面兩個是一樣 只有一段小小的 我找當歸的 號本類子 號本類子是當歸的ID 就是它的身分證 怎麼找都找不到 最後才找到一小條 它有當歸的味道 它竟然跟後腹儀是一樣 前面是一樣 那只有一個原因 它這個東西不純 它偷摻的東西進去 它摻了不純木頭的東西 但我們還不知道 當你用當歸 真的當歸 用口試的時候 當歸是當歸 它的當歸做成的第一碗 你吃起來有木頭的味道 那這個就是它參獎 那東西大部分 不一定是正確 你用的大部分 都不一定是正確 然後呢 我們用現代儀器 要了解指紋圖譜 你才能夠確定它 這個腰的身分 那第三 最後你要知道 你的萃取技術 對不對 你像川新年都是內子 跟黃同類 它容易酒精 不容易水 很難容易水 所以你要用酒 你不用酒你吹不出來 那最起出來的藥物 是否做嚴格的這個 批量的一個檢驗 內控管理 你吹出來的不是 不是川新年 你可能是別的東西 它可能是雜草 野草 不一定 好 next 它川新年的成分 一般是川新年內子 去養川新年內子 內子 還有新川新年內子等等 那根是有黃同類 所以我們就分出來了 那這個內子它非常的多 最主要是抗發炎 它抗發炎的效果 它抗發炎的效果 內子抗發炎的效果 比任何的抗生素還要強 強十倍到一百倍 next 那麼 川新年間際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像你的尿道感染 綠龍感菌 像肺部感染 病情感菌 肺炎症球菌 龍血鏈球菌 這個力氣還有拉肚子 還有你肺 這個東西 傷痕感菌 這個感冒 或是很嚴重的傷痕 這個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它最主要是增強了 人體的那個白細胞 也就是白水球的吞噬能力 那麼它能夠解熱抗年力 抗蛇毒 蛇咬到可以用這個 然後那個像那個 種了巴西蘑菇的毒 這個可以解掉 那麼還有它會決定 就是說你吃太多 不會生小孩 因為它性外很苦寒 所以我通常都會加甘草 來做它的繳合劑 然後因為這個甘草 它的解毒功能抗過敏 是第一名的 大概沒有什麼中藥 可以贏得過甘草 甘草是藥中之王 那我們知道 用於外感風熱恩病出勤 肺熱可喘 肺油吐痰 然後咽喉總控 尤其是咽喉總控 你直接照相 用麥可樂照出它咽喉裡面 它有很多的血管增生 現在全世界都在找這個藥 我已經找到了 各位今天你聽到這個 你回去趕快用 這個如果你是癌症 或是任何腫瘤 它提供它的營養的成分是什麼 是那個微細血管 它增生了很多的微細血管 你只要把那個微細血管砍掉 燒掉或是切掉 它還在生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方法 讓它不要再生 那個腫瘤就消失掉 那比如說你 咽喉裡面發炎 你很多淋巴囊總產生酶合氣 這樣一直好像 咽中圖有自然 你這個吃下去一個禮拜 它那個所有的微細血管 全部消滅 全部消失掉 那剩下比較大條一點 再吃就一直消滅一直消滅 那同樣的道理 所以它看來一定有用 那我們知道 苦含血液降 清熱解毒 善清肺火 所以凡是肺火引起的病症 都可以 都可以營養 Next 好我們跳一下把它亂一下 酸心黏的功效大概是中藥指 組成是這樣 Next 那再Next 十分鐘十分鐘講不完 這我講了一個朝上 基原是在這 我們研究重點是這個 酸心黏的成分測定跟那個 Next 然後呢基原是這個東西 Next 就是我用的藥 藥草是那個 絕科的那個 還有它的川新年 標準這個 我是在德特斯 在成都 它做出來的 好 Next 然後它的儀器跟濕藥 我是用高效能 抑像智希 HVLC 跟醇水跟甲醇去做的 Next 然後配置的方法是 用千分之一克 標準體加入5CC的甲醇 用超音波振動30分鐘 然後做為標準體 我們做出那些簡體的Next 然後我們分析條件是那個 然後結果 我們是用那個 所謂的Color 是這個 那大概是用這個 5Nm的 這個大概 細菌是通不過的啦 細菌大概7Nm到8Nm 所以我們用這個 然後這個我們用的是那個 UV 就是指外燈是22 225Nm 還有一個 205 還有一個是254 還才造得出來的 這個 要用這個特殊的光筒 Next 結果 我給你的結果是 這個川新年標準的COA 是他附帶的 他的附帶的東西 跟我所做出來是一樣 所以我沒有重複 Next 這個是 14去氧川新年內子 Next 脫水川新年內子 分子量 這個差18 上一個是差了16 你看那個分子量都不知道 差一個去水 就是H2O 他18 那川新年內子 14那個是 第14個碳的氧去掉 那我的川新年內子 H2O是標準的Pick 這個是出現在12分鐘 12分鐘 這是川新年內子 Next 這個是14去氧川新年內子 在34分8 34分8 這個是脫水川新年 是再三十五分 35.2分出現 Next 那我這個是我自己用 我萃取液呢 用甲醇去萃取 做了川新年那個圖譜 確實他跑出來了 你可以看得到他是在 30 34分8秒 OK 34.8分那個地方出現 這個是14去氧川新年內子 Next 這個是在12分鐘出現 12分鐘出現是川新年內子 Next 這個是在35分 35.2分 這是脫水川新年內子 Next 這個是我2017年12月6號 這是我做的 剛剛11月15是我女兒做的 做的那個東西 這兩個做的差很多 因為我有偷工 偷了八個小時 我的女兒做24個小時 我做16個小時 所以我的承認少她 兩倍倒是 所以她 她的頭部很小 這個純水 好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如果有信息的話 我在論文上面有發表 因為時間已經大了 人家已經在很大 好 那麼 在這裡呢 謝謝各位 如果有信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因為她剛剛的那個 拋過耳環 沒有辦法播出來 現在給她的五分鐘 好 接下來 我們繼續 請 江沛文 江沛文理事長 來為我們 講的是 職務生物 這方面的 能量 這方面的 能量 我們請 引言人 楊建宇 剛引言人